西南政府的新公屋采用中国预制房 这类的房型优秀点是什么 成本又是如何呢 最近有很多人注意到奥克兰的一处正在建造的全新公寓 纤绿色的外观在这个老旧小区颇为抢眼 那就是西南的公屋署正在推向的一个公屋项目 打造61个公寓 都是那种unit的一个形式 单元建造 所以我主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制造 非常的给力 去了解整个公寓建成之后将分为三个单元 每个单元有一个独立的大厅或者电梯 然后配备室内装饰 然后厨房浴室等等 然后室外还有专用的停车场 这个公寓项目目前在西南是比较先进的 全部模块都在工厂建造 现场拼接 大幅度简化了开发的一个过程 进行现场建立 然后确保在中国启用前符合西南的标准 该项目预计在10个月内完工 它这种外墙的外立面使用的是一种 不可燃防潮防霉的一个面板 非常的不错 相比传统的现场建造 预制房的周期大大缩短 然后质量还是有一定的保障 但唯独的就是很多人都不愿意住这个公屋 因为他们住那种正常的房子还是很舒服的 这种公屋基本上是给那些当地的 穷人没有房子的人住 尽管预制房在人历工期或者装修等方面 可以节约成本 但是运输成本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那么好 问题来了 您觉得这种预制房有没有发展前景呢 欢迎评论区反驳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了个拜